今天是9月8號 禮拜五 祝大家週末假期愉快 今天台股是跌了 驚險跌了43點 那這個盤認真跟你解 就是 有一點給你教授 但是如果說 老師這盤轉強了 我說 你有沒有想太多 因為這個盤沒有量 沒有量 你又說什麼 台積電剛剛收完盤才公佈財報 去上個月的營收 越成長 但是是年衰退啊 所以你要想清楚 我是覺得說有時候 那個問題在哪邊 你要把它勾計出來 不能每次都想說 我覺得這個消息有利於我 就拿出來講 你像我昨天給你測標寫陽華 對不對 今天陽華一開盤就先填息 他今天初期 除了一塊半 對不對 剛剛營收出來 年成長 一倍 對啊 人家成長是109% 所以你自己要去衡量說 你現在買的股票狀況是什麼 當然今天有蠻多股票都很弱勢了 但是你看嘛 跌很深的像友達跟群創今天就漲了嘛 跌很深了嘛 那漲多的可能就比較辛苦一點 你像今天威剛有利多 也沒有漲啊 對不對 點序也不錯啊 也是沒有漲啊 為什麼沒有漲 因為老師昨天就賣了 其實也不能這樣講 這有時候也是運氣好 剛好賣了最高點 那最高點賣掉之後 我有可能下禮拜再找個機會再買回來嘛 所以有時候操作就是這樣 有會做對的時候 有會做錯的時候 像我買的股票 其他股票也有跌啊 今天也有在跌的啊 也有啊 不成才的也有啦 所以說你就看你做部位上面的調整 那主要是說你要看一下說 你各股的營收到底 能不能拿出來看啊 給人家檢視一下 今天會所有的公司會把營收公佈 所以你自己要去看一下說 你到底買了股票 到底買了什麼東西啊 到底是買了個炸彈還是買了個希望 那如果說買了個炸彈的話 就是看嘛 看這個大蛋會不會爆 不會爆的話你就繼續爆著 留給人家再爆 如果說不會爆 就是爆著 會爆 那趕快換嘛 其實原則上就是這樣 那今天台股是跌了43點 盤中跌100點 盤中跌100點 真的很弱 今天AI股很弱的是 你現在看廣達 月營收是成長了 可是它廣達是帶頭跌 所以不是很妙 指數今天是亮縮 今天還是2200億 還好有守住月線 盤中是破月線 盤中破月線你就要去看 它留一根下影線 尾盤剛剛好給你站上月線 所以說下禮拜有得搞 兩個點好像是頭部 可是這樣畫起來好像下邊有支撐 所以這個不會解盤的就跟你講說區間震盪 實際上就是缺主流股 重點就是這個嘛 就是匯集人氣的主流股 你說昨天記憶體股大漲 大漲過後沒有連續性 今天沒有繼續漲 今天如果再繼續漲 全部都漲0半 那人氣就回來了 不是 匹匹刷 大家都匹匹刷 匹匹刷 今天這個盤就是大家都匹匹刷 那唯一可以稍微往多方一點解釋 就是說 尾盤沒有收最低 然後最後買張是大於賣張的 對最後買張是大於賣張 還多了一萬多張 盤中賣壓都比較重 最後全部被化解掉 然後另外部分就是說外資的部分 外資看到台幣扁破32 他會怕 外資間一定又大賣 可能又賣100多億了 我是沒有去注意看今天外資怎麼樣 昨天賣170幾億了 今天再賣個100多億應該很正常 那你要看他有沒有要歇手 有沒有要停手 有沒有要停手 所以有時候我們分析師 人為人輕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但是不能硬拗 你不能像有些人他說 有門牌就不是違建 那有車牌就不是張車 還是說老是有牌照就不會做錯 我聽你的青菜公公耶 我跟你講喔 拗喔不要拗成這樣 讓人家覺得說 你真的是沒水準到一個程度 我再講一遍喔 有人說喔 有門牌就不是違建 就不算是違建 那也就對了 那有車牌那就是 不可能是張車嗎 對不對 可能那個車子ㄎㄧㄤ啦 那有車牌 所以他不是張車 那換句話說 你不能說那個 你是檯面上的分析師 你是分析師耶 你是老師耶 怎麼可以做錯 神經病 那什麼王八爛邏輯啊 比用愛發電還扯啊 鬼扯淡 對不對 就像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那排出來以後 我問你啊 你知道那些魚產品 那些魚 那些魚都賣在哪邊你知道嗎 你去看他店看看 你自己去看他店看看 沒有人會講 沒有人會講 我跟你講沒有人會講 剛才我們阿股在賣魚 我趕快跟你講一講 你參考看看 9月8號 今天強勢股是東洋 東洋今天創新高 那個營收真的不錯 那豐泰今天是漲停板 全資股裡面就豐泰可以看而已 其他都趴著趴著 那蓮陽最近很強 蓮陽我們看一下好了 他都在講蓮陽 蓮陽是不是 是不是也要換董事長 他是蓮家軍 還沒換董事長 想說他 他跟系統一樣要換董事長 換成那個洪家聰洪董 對不對 他還沒有要換董事長 所以 所以搞不好換董事長 又 又狂標了 大家在那邊私底下開玩笑了 開玩笑了 開玩笑了 那比較弱勢股是東哥遊艇 之前大家在那邊遊艇不遊艇 對不對 買不起也要買一張遊艇來玩 對不對 那 我是不太清楚 600多塊套到300多塊 你已經斷頭了 投資朋友 你買不起遊艇去買一張遊艇的股票 你現在已經斷頭了 668 變成380 我不知道 你自己看 668 人家就告訴你66 668 你還不走 結果不溜現在386 沒關係 繼續搞 387 不是386 387 繼續搞 那今天我們布局的是何昌 何昌這檔股票 我們是看了一下籌碼 這邊有人買 有人買 我就跟你講有人買 整理過後壓回 這邊 打回到支撐之後 也有人買 再拉上去過高 過高壓回 我這一定要趁這個機會買 因為整個營收什麼的 他都是成長 毛利率往上走 所以 今天買了也沒有賺錢 你不要說什麼 老師你買了會 買了就大漲了 我還不是追高 打到平盤以下 下面低階 最後盤不好 就殺到這邊來 所以我是 今天也沒有賺錢 今天也沒有賺錢 我有做就有做 沒做就沒做 不要在那邊說白菜你知道嗎 說謊話 死後要下18層地獄 要割舌頭了 當然啦 我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 你說鬼理你啊 我信你個鬼 對不對 那我們就是有什麼說什麼 那你自己要看清楚 那陽華今天還不錯 開盤就先填洗 那營收出來是成長一倍 年成長一倍 那何昌今天買了跌下來 買了就虧嘛 我自己也沒有 沒躲沒閃 那營收是還不錯 他營收已經公佈了 那一月成長是12% 年成長是9% 快10% 9.9%快10% 那有些股票就是好股票你要趁拉回 趁拉回 因為我覺得這盤還沒有死啊 還沒有死就不用急了 急了跟什麼一樣 控制好檔數 控制好你自己的股票 然後操作的話 有賺錢就恭喜 沒賺錢就 有時候要審視一下 審視一下你的股票怎麼樣 因為今天很多股票是誤殺的 今天有些股票是誤殺的 那我是希望是說你還是那句話 你就是用對方法找對人 這個行情不會不好做 不會不好做 也不會所有股票都跌啦 那也不會 你看前兩天所有老師都苛巧嘛對不對 今天一開盤就只有一個價跌停板 你根本就跑不掉 10支20支漲停板都一樣 你賣不掉嘛 就賣不掉就賣不掉 那有賣掉那恭喜你 可是第一支拉上來 我就寫測標跟你講說 那支股票有人在做 那原則上因為籌碼太少 我們就也沒進去 那下禮拜怎麼樣 你就跟著我來就對了 我祝你大壯 我們下次再見 謝謝